雖然在今天白天開始呢 強烈大陸冷氣團是逐漸減弱的 但講到清晨的時候 溫度還是偏低 而就是因為低溫再加上水氣充足 這是南投荷歡山啊 就出現了冰線 還有零星的雪花 有遊客呢 本來是要來看日出的意外 看到下雪 終於等到下雪了 遊客在舞嶺亭上 蹦蹦跳跳 開心吶喊 氣氛超級嗨 拍照更是拍個不停 經營剔透的冰線 夾雜些許雪花 漫天飛舞超級浪漫 冷氣團來襲 加上水氣充足 黑拔三千多公尺的 合歡山舞嶺 十號清晨五點多 就開始降下冰線 接著出現零星雪花 遊客嗨翻 舞嶺亭上出現滿滿的人潮 還得要排隊 才能夠上下樓梯 熱血的機車騎士 一行人凌晨就從台北出發 騎車騎了六個多小時 到武嶺時已經上午八點 儘管天寒地凍 但看到冰線夾雪的美景 直呼超級值得 還有遊客只穿著短褲和長靴 看到冰線衝下車要拍照 但實在冷到受不了 又急急忙忙要跑到車上取暖 穿這麼短會不會冷 穿這麼短呢 可是美更重要 合歡山冰線夾雪 呈現霧茫茫一片 而玉山氣象站十號上午八點零五分 也開始下起了冰線 持續了一段時間 玉山氣象站變成一片銀白世界 非常夢幻 記者有魏紹宇 南投報導